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討論誰才是亞洲最佳南配角 請大家按LIKE 支持我們廣播 話說我們聽到一個大言不慚的說法 就是林雪說自己就是亞洲最佳南配角 雖然智叔和達哥已經先由 不過這個演技到謝君浩都未到你 還有很多人 不是這麼自大 其實做演員是否有這份自傲 有信心是好 不過林雪演技都不是差 他的戲我都很喜歡看 也很有娛樂性 很開心很好笑 現在身材偏搞笑 以前比較中性 演左也可以演右也可以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首先你如果能夠把自己的狀態回中 回到中間是比較適應任何角色 什麼戲都有你 大家好像吉祥蜜 我都喜歡看林雪 但他自命是亞洲最佳南配角 我就是有些事情想說 不客氣吳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香港有什麼男演員 是出色的男配角 通常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談論 男主角女主角哪些演得好 但其實男配角也很重要 為什麼突然想說這個題目呢 因為看到劉德華林家棟 接下來有一套電影上映 叫做潛恨 有一個訪問裡面 林雪說他自己是亞洲最佳南配角 我也知道林雪好戲的 但是是不是去到亞洲最佳南配角呢 現在真的很厲害 一來就是拿成亞洲比較 我比較縮窄 主要講講香港的南配角 他是不是演得最好呢 本身對林雪第一次印象他的演出 應該是食神裡面的 有一套在排隊 要找之前哪一個人擲阿基哥 那句什麼 混合作爛尿牛丸一扮 林雪在星爺之前那幾個說 他不停地重複說我有一些印象 但那時候他還是做配角 後來他背了一些比較重一點的角色 而對他有印象就應該是 暗戰和槍火的時候 我覺得林雪本身的演技 他無論演什麼類型的角色 都可以演繹得許許如慎 令觀眾對那個角色印象深刻 當年槍火還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藍配角的提名 講回這次前行這套戲 為什麼林雪突然說自己是亞洲最佳藍配角呢 因為原來林雪說這套戲裡面 個個都是影帝 只是他自己不是 所以他自己是加封自己 是亞洲最佳藍配角 因為每個都有一些頭銜 他自己比一個他自己的頭銜 不如學以前的勁歌金曲 就是亞洲最佳藍配角 就是亞洲最佳藍配角 就是由亞加露加去到太子道 這樣計算 如果看這個訪問 林雪其實都是只是說笑 搞爛的 我個人覺得林雪就是天生演員那一隻 他自己有一種很獨特的角色 是他才能演出來的 所以這些情況有時就要配合他自己 擅不擅長演那一種角色 當然如果你看香港電影金像獎 就是誰最佳藍配角 不如看看誰的提名次數最多 當然獲獎次數都很重要 但提名次數得多 其實也有差不多 如果看看紀錄裏面 其實是廖啟智 智叔 就獲了 香港電影金像獎 提名過八次 最佳藍配角 還要有兩次獲獎 智叔一定是實至名歸 因為很多時候做藍配角 演得好那些藍配角 他可能不是演技不行 很多時候因為 樣子的問題 令他擔當不了一個主角 但是演技又有實力 很多時候就是演藍配角 智叔之外 香港電影金像獎 還有什麼人呢 獲藍配角 提名次數最多 智叔有八次 第二 提名最多 秋生哥獲了七次提名 曾智偉 碟智有六次提名 梁智偉也獲了三次提名 他同樣也是獲了兩次最佳藍配角 梁智偉也不說 那些擺明是主角 只不過有人當年他剛才 初出道的時候做得多藍配角 黃秋生本身也是一個很出色的男配角 同時也演了很多主角 所以我又可以不提他 因為想提一些主要是做男配角那些 曾志偉本身也是 做過影帝做過男主角很多次 但他的樣子真的是一個 配角樣子,但現在貴為總經理 都不會提他 如果說演技上,其實黃秋生也很厲害的,他也有很多變 主角也能演到 配角也能演到 但如果你問我有什麼新人,我比較欣賞一點,例如白子 白子一定是一個配角的人 他有可能是舞台劇出身 我見現在這幾年,很多都是舞台劇出身 演電影其實演得很好 當然我心目中,我覺得有一個我更欣賞 就是陳詐文 在 《法慶公室》裏面演三老 因為我看過他很多套電影 很多時他演的配角未必是很重的氣氛 例如最近那一套,《八日之下》他也有演的 但我看《八日之下》那時候真的覺得好東西 我差點認不到他 當然他有一個化妝上 令到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點易容 但不僅是化妝 他連說話 神態 Sense 都換了另一件事 將你演戲演到這樣,我真的覺得超級厲害 情況就像那時候黃秋生演 《葉問終極一戰》 在他裏面飾演《葉問》 但《葉問》其實他真人說粵語 有可能有一點點香音 那時候黃秋生簡直是霸霸那些香音 當你演一個角色演到這麼極致 無話可說 但我都說 例如剛才我說那套《葉問》是主角 所以就不是我今天講的題目 秋生也很厲害 只不過因為他已經跪為主角了 所以在我眼中他不是一個 最厲害的男配角了 例如陳澤民那些就不同了 其實他演很多配角 今年又演過《明岸》 《明岸》演一個變態 所以他演得很好 就算最近有一套《年少日記》 陳澤民也出現了幾個鏡頭 是演一個鋼琴老師 他又用了另一種方法去演 真的很厲害 在不同的角色裏面 他做了不同的事上去 你要想想在《范姓公森》裏面 他演一個這麼窄的 三老呢 其實他年紀也不小 但他又演得唯超唯妙 所以如果說新一代的男配角 我就最欣賞他 當然舊一派的 我覺得智叔當然厲害 另外跟智叔差不多這部 其實黎耀祥我都覺得是演得很厲害的 不過他其實很少演電影 還有後來做了主角 黎耀祥當了主角之後反而我覺得沒什麼變化 但他演配角的時候有很多變化 還有黎耀祥本身的樣子都是一個配角 當然他一個配角的樣子 演到一個主角我也覺得很厲害 另外鄭君豪 今年看他《讀事大葬》 當那場律師 氣勢 真的完全壓得住紫華臣 他這幾年演不少的配角色 我都覺得很出色 例如《逐水漂流》裡面的老爺 過時過世 演了Edan的老爺 是唯一《明日戰記》 演那個博士 就有點浪費了他 基本我覺得演什麼 都覺得演得唯超唯妙 真的很感覺到在那場戲場是在的 我還見過一些真人的訪問 原來真人的 中文非常之好 又很喜歡看那些 我們不看那些中文那些 有人的故事那些 研究那些東西是很有文學性的東西 跟他平時有些舉動 有些很市井的舉動 好像不是很成正比 很特別一個人 本來他也是演很多舞台劇 有時候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 演舞台劇聰明的人現在 拍電影都可以拍得很好 因為以前說演舞台劇那些 通常你要用很誇的表情 這些觀眾才會留意到 其實太誇就不太適合在電影上 但現在他們懂得平衡點 而且我覺得舞台劇演員更難 因為一剔過沒有NG 有60分鐘90分鐘的一個舞台劇 還有有時候未必有很多演員 要記載所有稿 還要不停演很多場 沒有那麼多的內地 都演不到舞台劇 所以有些人 一去到電影那一剎 拿捏電影節奏的演化 就會表現得很好 另外我覺得林家棟其實演配角也演得很好 雖然他近年開始已經演不少主角 但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尤其是在電影裏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配角 他給人很多時候感覺他的演技 不溫不火 但去到命案的時候 他演到一些 劉青雲級的神經則 他又演得到 所以覺得他的塑造性也挺強 當然有一位我覺得不可以不提他 因為有一段時間 貴圍 香港華語影壇裏面 片酬最高的配角 你猜到他是誰 就是星爺的好拍檔 吳曼達 有很多人 經常記得吳曼達的演技 都是三叔那些 但你想想 其實吳曼達以正劇都演得很出色 之前未跟星爺之前有些例如《天若有情》 或者 《食神》裏面有一段 電影 做那些黑社會大佬 被賭神高峻吉宰去大腿 他那裏也演得很好的 他演一些很正經的 series的演技都可以 其實就算在周生辭的電影 他很多時候都有演一些 正劇的表情 例如《食神》裏面 演一個 非常之凶險 表面就好像 懶同你有善 實質呢 就是奸到出執的老闆 《食神》裏面的角色 那些凶狠的眼神 我也覺得 真的有演技啊 你沒有說達哥 只是會裝傻佬 《食神》裏面的演法很多時候是比較 冷酷啊 或者笑得來好像觸摸不到他的內心那樣 演技完全演到出來的 例如《破壞之王》啦 老實說 我覺得 《破壞之王》裏面 其實好像達哥才是主角 達哥裏面的演技的變化比星爺還要豐富 我看到法哥有些分享會 直接 點名指達哥是他一位 很欣賞的演員 你想想 法哥也欣賞有達哥 可張而知 達哥的演技 真的不是流 另外 鄭卓士也是一名很出色的配角演員 無論他演的黑境 黑社會人物 到了演的 肥貓那些 智力有問題 角色這麼極端性格 他也演得很好 當然 我也知道鄭卓士其實最初是演很多主角 不過其實大部份我們看他的電影都是做配角多 另一位都是過身的演員 吳馬 我不知道大家對他印象是否熟 但我很欣賞他 例如他當年演《善女優雲》的時候 演導師《煙赤霞》的時候 真的演得非常入到的角色 尤其是之後呢 我看看古山呢 他也扮過《煙赤霞》這個角色呢 兩個演法真的差很遠啊 不是說古山演技差 不過沒有辦法了 五眼之前真的演得太好了 以及以前成動很多喜劇的演出呢 都令到那些角色都挺好笑的 很多時候我覺得呢 有一些 可惜就是有些演員不知道是不是演了太多喜劇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香港電影金像獎很少會頒給一些演很多喜劇的那些 那些難配角 但很多時候他們的演技是不差的 甚至是都很出色的 例如有馮瑞凡 一定是啦 無論是演正劇和喜劇都很出色啦 尤其是演《精裝醉女仔》裏面 縮骨那場戲 我 覺得他真的好像 完全被收縮水縮了下去 根本就是因為他的演技徵扎 雖然他真人不喜歡這些喜劇 但是當時真的 演這些喜劇 對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也有看過他演一些正劇 但是沒有辦法啊 在我印象中呢 所有我覺得他演得好的都是喜劇的 所以有人這樣你又不會看到他有獎項 另外《圓幻》也是我一位很佩服的演員來的 一來他有功夫底 二來他當年無論是演成龍的戲也好 紅金布的戲也好 他演員的角色我是記得的 你知道多難在成龍大哥的戲裏面 周圍的配角演員之下會記得的 因為通常都是被大哥搶光的戲 所以搞到《圓幻》最後要演到星爺那套功夫 才有獎項 那套也是喜劇 在我印象中《圓幻》不要只是喜劇 喜劇一定有幽默感 就算他以前在《紅金布》的戲裏面 其實他也經常做壞人 但他做壞人我是有記憶點 他總是加一些小動作 令我們對那個角色有些深刻印象 另外《黃一飛》 我都覺得他在星爺的電影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出色的配角 唯一可惜一點 就好像演完《小林足球》之後的《鐵頭弓》之後 都不太記得他演過什麼角色 但他之前幾套星爺的作品 例如《審死官》裏面演了星爺的 徐松 或者《破壞之王》演了星爺的 茶餐廳的老闆 這些都是演得很好 還有一位我差點講漏了 就是許紹雄 由他當年《辛澤師兄大隻講》 到後來 電影裏面經常演警察 警察最喜歡懶有威嚴 但實際常常撞板那一隻 例如《暗戰》裏面 或者《辛澤師妹》裏面都有這些角色 還有電視劇的歡喜歌 他也是一個很出色的 錄影的演員 其實我很欣賞除了一些 很正劇的演法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幽默的角色 或者那些小人物其實是很難演的 而他們演到出來 令到那套電影或者電視劇更加 精彩 其實我們都要欣賞一下 很多時候主角身邊這些 甘草或者配角演員 歡迎大家留下言 你有什麼 香港電影的最佳男配角心目中的人選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了今天《月娥新聞》就先講到這裡了 遲些再分享其他《月娥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